看了这个视频啊 绝对颠覆你对船员伙食的认知 完了完了 这次船上上了这么好的伙食 这么好的年货 这下船不是成胖子吗 来 把这一车再拉过来 转圈 这次伙食一共上了四五万吧 虽然不多 但是过年已经很充足了 什么鱼啊 肉啊 排骨啊 新鲜的蔬菜啊 一应俱全啊 朋友们 看一看我们船上 这次上的伙食怎么样 新鲜钢杀的老骨鸡 这是现杀的草鱼 不是新鲜的 新鲜的蔬菜 这是树吗 排骨啊 哇塞 这大排骨 这么小的猪啊 全是冰块 朋友们 长按 点赞按钮两秒钟 会有一个很大的大拇指 出现在你的面前哦 来给外面的大海 来个特写 你看看我们大厨 卤的烧鸡 哇色香味俱全啊 我哈拉都流出来了 给我拿个指头擦下嘴 都说船上没有收菜吃 你看看我们船上的收菜 都说有事找抖音 朋友们啊 这是什么菜啊 换一个人啊 万能的抖音圈啊 抖音啊 这是什么菜啊 马上都给你回回回来了 是吧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菜 给评论区告诉我 年货 可乐 这边是花生 这个箱子里是什么东西啊 我想你一定能看得出来 这只是冰山一角 外面还有很多很多呢 这个是食品升降机 我们把这些可乐 这些食材啊 大家都能 全都通过这个食品升降机 输送到下面的冷库 这是买了一些瓜子 开芯果 一些零食 来把酒量都切换到这边 来看一下 哇 核桃 瓜子 黑芫果 200多 还是很丰富的哦 卧槽 你报个什么呢 这个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干货库 都是放干东西的 大米 可乐 面 这边呢 好多的食材 油 方便面 好多的花生 小菜 各种各样的酱菜 调料 应有尽有啊 谁说船上生活只能差 你看看我们的食材 看看这些 垂牛奶 可乐 好了不说了 估计你们都流口水了 看完点个赞吧 宝贝